嗨 大家好 你看我这摆摊的家业啊 都在车上面 动都没动 随时准备摆摊 今天和大家聊聊摆摊的事 嗯 大家也知道我最近一直在摆摊 尝试了很多摆摊的项目 但是呢很多都是夭折了 或者是因为城管啊 或者是亏本啊 就一直没有坚持下去 对不对 嗯 大家也知道我摆摊 嗯 主要还是以拍视频为主 给大家看 嗯 我们不是卖摆摊 我们只要卖视频 很多人都这样说 我不否认 我不否认 对不对 我当然希望我摆摊呢 能够赚到钱 然后大家看到都很开心 说不定还给想摆摊的一些朋友 一定的借鉴作用 对不对 所以我定的价说实话真的都还是比较低的 我认为都比较偏市场价 偏低一点 你比如说上面的酸梅汤 是吧 别人卖六块钱 我这卖五块钱 棉花糖 别人可能卖多少钱 五块钱 八块钱 十块钱 我 我就五块钱 有时三块钱 我都卖了 对不对 当然我也希望能够赚 对不对 所以说干嘛都要有成本 投入成本 但是呢 今天我看到我们武汉一个官媒 长江日报 是官媒哦 它发了一个短视频 里面有一个人 一个大爷 特别厉害 我给大家先看一看 大爷这里一共卖了八种饮品 只要两块钱一杯 可以无限需杯 免费需杯 并且老人和小孩喝水是不要钱的 大爷好像每天都是冲点半斤 吃来买饭的 可能有时候就提早来 然后在这里等他 好喝啊 人员一杯 可以数杯 大爷这里一共卖了八种饮品 只要两块钱一杯 可以无限需杯 听到了吧 八种饮品 老人和小孩免费 免费 然后两块钱一杯还可以无限量的 无限量的续杯 免费的续杯 算面汤 我先算过吧 包装报过成本 是两块 两块五吧 对不对 他卖两块钱 怎么赚钱呢 就是很好奇 大家好不好奇 所以我今天就过来了 就在这儿 带大家去看一看 好吧 我一起边看边聊 我就非常好奇 因为怎么呢 我这条路啊 是沿江大道 武汉人应该都知道沿江大道啊 汉口的沿江大道 那边就是江滩 最繁华的地段 然后这边的老房子 看看 前面 这老房子 这都是百年历史啊 然后前面就是江汉路了 这边还有那个科技馆 什么是吧 这是汉口江滩 这是非常热闹 非常热闹的地方 天津路 这边是隧道从那边过来 诶 是我能走吗 这房子的地段呢 这边的警察下班都晚一些 城管就根本不用说了 所以说那个记者 他说 这个老人不涨价 而且是常年不涨价 一直维持两块钱的这样一个售卖 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 我觉得很怀疑 知道吧 因为我没摆过地摊 我就不说了 但我没摆过地摊 我们也看过这么多次摆地摊 是不是 你摆在哪儿 都能够看到这个 这个蓝精灵 我们起个蓝精灵啊 蓝色的衣服嘛 叫蓝精灵 所以啊 我今天一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过来了 因为我觉得被《长江日报》要是一公布 公布之后 它肯定会火的 肯定会火的 火了之后 会不会就会被蓝精灵给盯住呢 盯上呢 对不对 到时候要驱赶这个 肯定要赶这个老爷子嘛 对不对 那怎么弄 这是汉口江滩 汉口江滩 给大家看一看 难得 难得晚上拍夜景的 带大家多看看 这是 光大银行 这是武汉的夜景 这个是武汉科技馆啊 像个船一样的一个建筑 诶 真的还有满轮摆摊子的 我的天啊 那看那样子我 孤落寡闻了 我已经看着有打气球的了 这是出来摆摊的灯 有的话 那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呗 怎么 卖那么便宜呢 打气球 哇 这么多人买炭了 这是花花 三十块钱一个人 泡圈 这里是公商银行了 诶 大爷出来了 这个大爷真的在 天呐 来来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爷 他怎么赚钱呢 我们先看一下 诶 真的蛮多人喝 天呐 诶 这里大爷 看一下广告牌 喝开水不要钱 糖水两元 红豆汤 酸梅汤 冰糖雪泥 哇塞 桂花糊 银耳汤 绿豆汤 泥酒 蝙蝠 两块钱一杯 啊 这里 照顾大家 感谢大家 老人喝水不要钱 小孩喝水不要钱 两元喝饱 就是无限序碑的意思嘛 对不对 看上去 嗯 我喝一下酸梅汤吧 诶 诶 真的是两块钱一杯吗 两块钱喝饱 两块钱喝饱 可以续杯是吧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确认一下 给我来个酸梅汤吧 您怎么卖这么便宜啊 照顾会生意 没得生意 这能收费成本吗 两块钱一杯 当地正在行 城管管理员 嗯 打这么多 您这个杯子有400毫升吗 这1500 50的 500毫升 哇 和我那个杯子差不多了 450的吧 我来尝一尝这个酸梅汤啊 我们也是卖酸梅汤的嘛 对不对 唐家 用料还是蛮足的 蛮足的 我感觉 我以为像两块钱 它会不会偷工减料啊 就水多对一点啊什么的 真的卖的味道还可以 这么满满一段 两块钱 怎么控制成本的 银耳汤 接着 哇 您打得好满啊 哎呦 大爷还满足于卫生 吊杯子丢了哈 好好 不耽误您做生意 这生意好多啊 你看 不过在家 两块钱好不好 两块钱收包 小喝哪一通 喝哪一通的 估计武汉市都找不到这么便宜的吧 再怎么样 卖个三块钱啊 那都卖成一块钱喝包了 大爷 你这一晚上能卖多少杯啊 这杯又不少的 你这一茶有多少个杯子 五十个一百个 一百个 一百个 嗯 大爷实话跟你说 我也是卖酸梅汤的 您告诉我怎么能够把酸梅汤成本控制下来 他这个酸梅汤啊 是一样的 我卖的是五块钱一杯 他是这样的情况 他这个冬天喝他的烧 他这个高温天就只卖个 两块钱一杯 只卖个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两个人真的不合 好 您先开做生意 等会再取经 两块钱一杯 酸梅汤 没少 他只卖个月八地 高温天气火了 大爷 您先做生意 先做生意 有 有有有 两块钱 都是两块钱吗 我没喊说吧 都是两块钱 两块钱好不好 都是两块钱 对 都是两块钱 好 美女 你要什么样的口味的 三杯什么样的 忙不过来 三块钱 都喝不喝 大爷是荷兰人吧 对 一听口音就是荷兰的 荷兰的 声音真好 大爷 不过在家好 有没有城光感念呢 城光又不叫白美 回到九点半以后 九点半以后 现在都不叫你白 嗯 你家到十一以后 哦 这完全到十点半都没人了 哦 十点半钟就没人了 谁也不关你 城光也不关 哪个都不关 你关键 没得人啊 大爷 您这个位置选的好啊 背靠银行 钱呐 做钱过靠山 你看这房子的价值在什么 这是中央保护嘛 百年历史啊 这原来是花旗银行 外面能盖的呗 这不是共产党盖的呗 花旗银行 大爷 我好奇问一下 您最近开始摆摊出来 是准备卖多少钱的 钱啊 没人卖不着啥钱 就最近开始出来摆摊 是开价是多少 不是一开始就卖了两块吧 那时候买是买一块钱一杯一杯 一块钱一杯能卖过 哎呀 开始买的都是一块钱一杯 您这个摊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摆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就 最少有十七年了 大爷您晚上这个摊位几点钟收 到了十一点以后 九点半到十一点以后 就两个多小时 那你不会没人了 十一点钟没人了 那你坐了菜里还没人了 应该有吧 就晚上这块 你只能坐这看 到十一点都没人了 没人了 左右到十一点 吃了酱 他们整了这两面 都见不到人了 那天他说 他都买五块钱一杯 没人就两块 好喝 对啊 他说的 好嘞 他说的 他说的 都不瞎说的 哈哈哈 大爷 大爷你看到别人付钱没有 进跟我聊天去了 哈哈哈 哎呀 都在我整 小杯整 啊 啊 你还说续杯 有人真的续杯吗 有人续杯 那天天燃酒的都喝三杯啊 真的续杯啊 那家的吗 我天那您赚什么钱 这老家他一杯都给了 声音要来了 对大爷的价钱定位 你觉得 是怎么想的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良心价格 说实话 确实是 确实是 这一杯基本上在江汉路 因为我们住在那边嘛 五块钱 对 至少是五块钱 然后其实我们每天往这边走 我们就来碰一下 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其实也会跟别人推荐嘛 当时听到这个家人是不是很惊讶 对对对 而且说是续杯 完全不敢相信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味道还行吗 还蛮好的 蛮好的 嗯 谢谢 谢谢 你觉得大爷会赚钱吗 哎 帅哥 你们是看那个报道过来的是吧 呃我想问一下你们对大爷的这个两块钱的这个八个品种 当时看的第一个感想是什么 感觉挺实惠的 而且我觉得 大爷好像是在做善事一样 你觉得大爷赚钱吗 应该不太赚钱 因为市场上一般这种绿豆汤都在四到五块钱嘛 这个我记得我们是有心里有数的 对对 刚好在这附近刚好看到了就想来支持一下 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大爷的还有一个卖点 就是这个绿杯不要钱 我想问一下您会绿吗 我应该不会绿 很好的就不用去了 大爷哪里的成本收了回来吗 哎呀 这没得好大本 哈哈哈哈 没有什么 没得好大本 哦 没有好大成本 嗯 大爷就是玩是吗 嗯 您就是玩吗 这都是好玩啊 好玩啊 我们是老百姓 去小到大一城都是家伙 现在吧 闲不住 大不算大小不算小还能干了 不能干了 都不干了 这都是好玩 就是一个玩 这就是好玩 但是我听说您 就是家里的环境也不是特别的富裕啊 我们家里都在农村那里炸饭 那里跟城市居民比 那里是农业也是不行啊 哦 农业也不行啊 现在生活的 那比农村的生活好得要多 好很多啊 哎 您这个家可以提一提 哎 可以提一提 真的可以提一提 提个三块钱都可以的 当一天喝的多年重 我想做都做要不做都不做 不会提的 不会提的啊 哎 大爷大爷贵姓啊 贵姓谢 姓谢 嗯 那现在让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哎 好了好 拜拜 我想想我能 我什么时候能够卖到两块钱 那就只能够在杯子 我的杯子是有袋子的 还有吸管的 这款不要 然后呢 包括蒜莓糕 我当时买的也是比较好的老万臣的 我们当地比较贵的那种啊 他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品种 然后把那个成本降下来 我觉得只有这 这块控制成本才能够卖到两块钱一倍 但是真的就算他赚他赚的也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薄利多销 真的就是薄利多销 好了 这就和大家分享一期视频 大家对这个大爷是怎么看的呢 大家认为大爷赚钱吗 可以在评论下方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好了 我是罗宾 和大家一起分享武汉的每一天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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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